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苗栗县投分市公所 自去年开始导入地方创生青年团队 以乐林安享及农创共享为主轴 结合长照服务、小农市及幸福巴士等等 要逐步打造银法智能照护基地 争取地方创生计划 日前传回好消息了 获得国家发展委员会通过 象征市公所正式启动了地方创生工作 探究投分市各面向的优势与隐忧 以及人口快速成长带来的城乡失衡 地方创生团队盘点在地DNA资源 以推动乐林安享、永续农业农创加值 银法照护、乐林共生等四大主轴 提出地方创生计划 尤其我们是把长照当作产业来经营的话 自己养活自己 尤其地方创生是要由下而上去推动 所以说我们的计划写出去 不过我们主席的 还有他们委员的信赖 所以直接才是我们就进入他们的讨论说明 所以不需要评审 在这边当然也要谢谢我们这些青年团体 就是说在看到任何所有的困难之下 还是一样坚持的走下去 青年思维搭配施工所的福岛 解决目前传统农业老化没落 客家文化传承断层等问题 计划第一步将在田辽里建制银法智能照护基地 以高龄运动服务为首 陆区整合长照社区关怀据点资源 扩大跨运能量 社区的一些高龄运动的课程 也有跟在地的园区厂商 有一些插出一些火花 他们把一些有趣的 然后符合地方需求的软硬体服务 藉由我们的合作带到社区 那社区的长者其实非常喜欢 我们也觉得说相比于传统的运动服务 这些科技导入的元素 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服务品质提升 除了头份粮仓 正向国产署申请文资任养程序 规划建制小农市集 社区补给站之外 施工所也提出幸福巴士配套建设 譬如说滥坑 广兴 还有北投份的珊瑚 新龙 这几个区块 还有四季三庄 这几个区块的交通运行的部分 是欠缺的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 跟交通部申请 工种这边申请幸福巴士的原因 是希望说 他可以透过幸福巴士的申请 去解决偏乡地区的 那个旧医 旧学这些不便 然后还有我们希望说 更推广来说 是可以去做 每个社区关怀据点之间的 引法族的小旅行 结合产观学演艺 共同参与 催生的头份地方创生计划 以获得国发会核定通过 后续工作也将一序执行 落实青年回游 跟留头份的目标 结合